大家好,我是利命馆孔子学院的汉语老师陈源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中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同时也是2024年中国第一个爆红的城市 元旦三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 大家猜一猜是哪里呢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都不是 3,2,1 答案揭晓 它就是哈尔滨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有点陌生 没关系,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哈尔滨的魅力吧 哈尔滨位于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 有着冰城的美誉 因为这里气候冬长夏短,四季分明 冬天最低温甚至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 漫长而寒冷 但却是举办冰雪活动的绝佳季节 每年的哈尔滨国际冰雪节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 与日本扎晃冰雪节 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和挪威奥斯路滑雪节 并称世界四大冰雪节 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 在这期间会举办冬泳、冰球、高山滑雪等各类运动比赛 同时还会开展冰雪摄影展、图书展、冰雪电影艺术节、冰上婚礼等活动 还有521米的超级冰滑梯等以体验 在今年举办的第35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和第16届国际大学生雪雕大赛中 来自中外多个国家、地区的选手们 创造了许多精妙绝伦的作品 为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如果想要在哈尔滨体验冰雪带来的快乐 那一定要去冰雪大世界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 当然风景无处不在 还有很多地方也人气颇高 音乐长廊的大雪人地标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去打卡 日落时分的松花江钻石海 阳明滩大桥更是美不胜收 太阳岛风景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天鹅湖、松鼠岛、路苑等景点 非常适合夏日里的休闲避暑 值得一提的是 岛上还有一个星系有意园 这是哈尔滨市与日本友好城市星系共同修建的 象征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园林 如果时间充裕 还可以在雪箱里小住几天 睡火炕 参与央各巡游 千人篝火晚会等民俗活动 来一次沉浸式体验 感受寒冬中的温暖 以上就是关于 冰城哈尔滨的简单介绍 除此之外 哈尔滨还有东方莫斯科 东方小巴黎的美誉 哈尔滨系列的第二期视频里 我们在一起来感受 中西方文化交融下 哈尔滨的独特魅力 了解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吧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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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